一般是叫Model Model或者叫Metadata 有的很多种 那就是资料 资料放哪里 那基本上我们这个Update 实际上就是要Update 就是把这个资料 放在这上面 按下去 把资料放上去 所以第一个我们的M 第一个当然你需要建立 我是习惯是建立一个变数 通常呢资料会放在变数里面 那变数里面的话 当然会有生命周期 它会随着你的方法 或类别结束而结束 那如果你要永久性的话 也许你就放在database里面 OK 永久性就储存 或者另外有个叫做 有个Share Preferences的类别 也可以暂时存 不过它是Key Value的架构 可能只能放少量资料 大量资料还是只能放资料库 所以我们M资料就这一个 那V的话就是修改它的画面 我需要一个按钮 C的话是什么 再到城市里面去宣告连结事件 结束了 所以刚刚我改的方法 大概那我把重点给各位看一下 那请各位追寻MVC架构 反正所以我发现你们要 假设将来对于这个当工程 其实我们在座有个同学 他本来也是之前在ID上课的同学 他现在有回国 我问他说他现在在做什么 他现在在做App工程师 今天还没来 就是还没出现 OK 应该知道我在讲哪一个同学 不知道 不重要了 所以我们MVC三个步骤 第一个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那这里面到底要 第一个我的资料放哪里 那我给各位看一下 第一个 我第一个步骤是M M的话一定是决定我的资料放哪里 所以我的资料基本上 我在宣告区里面 宣告了两个变数 一个是STR底线Update 就是它是一个字串 里面是放什么 我刚刚的C口语法Update 一个是STRDelete 所以特别之后 等一下请各位自行再修改 把上个礼拜的那个范例修改 增加两个变数 这个就是所谓的M M的话就放资料的地方 这个跟资料 然后呢 再来我到哪边去新增这两个 我在这边 C口语法 C口原来是放insert into 我再多一个Update 那这个语法请参考 上课讲义第13章 里面有Update Delete OK 那它的流程一定是 先宣告空间 再把这两个字串放进去 应该可以理解这个道理吧 OK 然后呢 我们有M的 有资料了 再来的啊 要在画面 画面怎么拉出这个画面 我的习惯是 切到Testel 就把这个Button 我们原来只有一个Button 这个 原来这个Button1 那你要快速产生下面两个 最快的方法是怎么样 不外乎就是自己从什么 从这边Button拉过来啦 有没有 不过我觉得这比较慢 比较快的方法是切到Testel 把这个Ctrl-C Ctrl-V 但是记得改什么 这是01嘛 那这边02 上面的字变成Update 再Ctrl-C Ctrl-V 03 Delete OK 那我们的V 特别重要 V的话指的是V View V 指的是这个View OK 那之前有同学 一直问我那个拉画面 会重叠会干嘛 其实就是讲这个 因为它的架构是XML 所以以后你要做排版 基本上大概以前我们是HTML 是网页 网页的话排版的话 会有用Table 用那个表格的方法 只是表格没有框线 但是表格可以决定它的位置 应该放哪里 那或者是说你排版会有一个 那个DIV DIV 就是它是有一个版面 那DIV它有前后的这个次序 可是问题可惜 在那个XML没有这个概念 它顶多只有Table的概念 所以只能做2D的 那重叠的问题的话 可能是不是就是说 你可以做一些效果去把它做出来 因为它的版型 XML本来就比较单调一些些 除非它未来 这个里面的XML 将来如果说它变漂亮一点的话 可能它的副档名要改成HTML 或者是未来也许是HTML5 HTML5 但是这种可能性应该是蛮低的 看起来好像 因为它本身的基础就是XML 你没办法把它变成 除非说 所以另外有个 我们上学学教的 那个用Fone Gap的方法 Fone Gap只是底层可以配合JQuery Mobile 那JQuery Mobile再下去是HTML5 你就可以很快的做一个很快的排版 那个对于做出漂亮的版型 会是比较好的策略 如果说你的画面不需要太复杂 用这个OK 但是如果你那个是要包很多页 很多层 什么一堆东西的话 那我是比较建议你去用 就是HTML5 配合像JQuery Mobile 再加上Fone Gap 就可以了 OK 所以不同的策略 那你说 为什么要弄那么复杂 没办法 现在技术不可能统一 谁要听谁的 谁是老大